欢迎来到晨晨的分享天地频道 今天的折纸教室要来教大家 怎么折出另外一种形式的元宝花 那在之前的影片当中 我曾经教过另外一种元宝花 那这一次是用一张纸 一张纸哦 没有听错 一张纸然后折出四个小元宝 这样子 那这个折法呢也蛮简单的 所以大家一起来学习吧 那首先呢 今天会用到这一张 就是印有招财敬宝的纸 像这种啊 就写什么偏材啊 敬材啊这种纸 然后这是 正面 后面是这样子 然后是正方形的 长宽各20.2公分 那一开始呢我们先折 三角形 然后翻开 另外一个再折三角形 然后再翻开 然后再折出一个长方形 然后再翻开 然后翻开 另外一边也是同样的长方形 等于说就是要折出一个米字形就对了 就是米字形啊这样子 两个交叉 然后一横一束米字形 也是米字形折好之后呢 我们把旁边的四个顶点呢 往中心点折 原来就是这个 现在今天要处在 front 的是我们在旁边中的 kanske要倒在our 然后现在我们讲了 于是我们下短 komplett 我们是不是要准备呢 在柯美这时 我们要留下来 折好之後 再折出 炒方形 翻面 然後下面的折到中間線的位置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然後這樣子打開另外一邊 也同樣的做法 直到中間線的位置 上面也是一樣 然後這個還會跑出來 要把它折進去 這個很容易跑出來 然後打開 然後這時候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四個邊呢 會有小正方形 小正方形 我們要把它折三角形 四個邊都折三角形 折好之後呢 我們往內 往內折 往內折 把這個 把這個折痕呢 折 折出來 折痕給折出來 對 這樣折痕折出來 會是這種感覺 會是這種感覺 然後我們這樣子弄好之後呢 然後我們這樣子弄好之後呢 就翻面 然後這個這邊呢 三角形把它往外折 然後這個這邊呢 三角形把它往外折 就是這個裡面往內折 這個 這邊 就是這種感覺 往內折 然後這邊也是一樣 往內折 往內折 就這樣順著 它那個折痕給折進去 這樣 這樣 這種感覺 再用一次囉 這邊要特別注意 這邊會比較有點困難一點 剛才不是 我們不是往上面折了嗎 往上面折對不對 然後 這邊往裡面推 往裡面推 然後這邊也是往裡面推 然後順著這個折線 這樣子 放進去 然後把這個 接下來呢 把這個三角形往下翻 下翻 另外一邊也是同樣的 下翻 接下來呢 翻到後面來 我們要把那個圓板給折出來了 這樣子 一個一個把它 攤開來 好 把這個圓板給折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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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來呢 一個圓板給折出來了 然後 然後 在 這邊 這邊 把它翻開 然後做出第二個圓板 然後往下壓 然後另外一邊 然後另外一邊 同樣的做法 翻開 它到底 壓到這個圓板給折出來了 邊邊來喔 這邊 好 最後一個了 最後一個了 然後往下壓 往下壓 壓到 好 就是把它盯住 固定 才不會跑掉 就是 它那個圓板 你沒有把它盯住的話 圓板很容易就變形 所以這邊要把它固定住 這樣固定住 那圓板 另外一種形式的圓板花就做出來了 一張紙就可以做出四個圓板 還蠻神奇的喔 好 圓板花完成 那 那這邊呢 我們還可以再做一點小修飾 因為這邊 比較生硬嘛 就是 比較 感覺比較生硬 可以再做一點這樣子捲 讓它比較活潑一點 就是整體的感覺 看起來會比較柔和 然後 然後 如果你覺得太乾掉的話 可以再 加上這朵 小蓮花 然後放在這上面來做一點裝飾 也是另外一種感覺喔 對 可以試看看喔 那 這個小蓮花呢 在我之前的影片當中有教大家怎麼做 那我會放在影片的上方連結 還有後面的影片結束的連結 大家可以一起學習囉 做看看吧 那 這是 成成的哲子教室 請幫我按訂閱按讚留言 請分享 謝謝大家的支持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 see you